现在我们看我首张拿到联合晚报 王儒选劳委会主委也说 基本工资要在涨3%以上 今年加薪幅度一定要比公务人员高 那么行政院已经拍板定案 7月1号加薪3% 这是在头版 另外在三版方 你看敏感的明天 国光要拍板了 马英九总统要建环团 因为说如果有条件通过 要改在总统府外来抗争 但是呢 明天是世界地球日 大家都在看执政团队 会送给台湾这块土地什么大理 是经济部所讲的 10万个就业机会 还是让大城失地永续经营 这是一个敏感性时刻 来 卫委员你怎么样来看呢 这个做法跟大普农地 跟这个白玫瑰运动的做法很像 所以在这边大胆的推论 这个马英九明天建环团 然后就建环团 目的就是要跟他讲说 国光实话不建 不建了 要收割这个成果 那其实是这件事情 证明说马英九就是 对于治国全用选举的考量 政策性的考量 政治的考量在考量选票 也就是说他现在在搞选举 没有在治国 那我还是在这边讲 任何的执政者 他的竞争对手都是自己 如果政策能够做好 做到让国民觉得说 生活很舒服 这个安和乐利 然后国泰民安 我觉得没有人有办法跟他竞争 但是如果万事都只有 从选票上面做考量 不论事情的这个理由 跟过去理论上周不周延 用这样的考虑 或许做这个决定 符合大家短期的需要 可是他将来在执政的时候 一样是做得很热情 如果说他决定 要建了环团之后 给予善意回应 来美美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还是说选后又很难讲了 环团已经讲出了前提条件 除非是环平把它否决掉 或者是政府直接宣布车案 否则他们不建马英九 为什么 他们怕马英九 又来政治消费他们 得到他政治利益 就又呼啰大家一场 这是环团很明确的态度 罗远你觉得呢 我今天说假如马总统来建环团 建环团的意见 那只要认个环团跟建环团